賓夕凡尼亞州州務卿海西布克雅爾 同時也是該州最高級別的選舉官員 將於近日辭職 因為他被指控工作失職 未能在賓夕凡尼亞州宣傳的一項異議的憲法修正案 該修正案只在延長兒童性虐待受害者起訴施虐者的時候 賓夕凡尼亞州州長湯姆·玉爾夫對此宣布 他的辭職將於2月5日生效 玉爾夫強調 該辭職事件與11月3日的賓夕凡尼亞州大選無關 玉爾夫說 州務卿辦公室必須宣傳異議中的州憲法修正案 選民將於2020年大選前3個月的每個月 通過投票商對該修正案做出決定 但州務卿辦公室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玉爾夫說 這種人為錯誤造成的言誤 將零數以千計的童年性侵幸存者 保護者和立法者心碎 我和州務院一起向你們道歉 我和你們一樣為此感到憤怒和沮喪 我支持你們為正義而戰 這位州長說 如果賓夕凡尼亞州的立法機構 想要在民事法庭上為受害者提出賠償 創造一個窗口 他將致力於通過立法 來達成一項解決方案 為民主黨人的布克雅爾 本人已經在一份聲明中確認他將離職 玉爾夫、張仁明另一位賓夕凡尼亞州選舉官員 維羅尼卡、德格勳雷德擔任代理職務